面之盒 特别注意 如果以刚刚的逻辑 插入环数三米符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符 按确定 Range 一定是这个部门 这个范围 那三 range 一定是工资 这个应该没问题 会有问题的是这个 criteria 条件 条件什么呢? 总不可能说这边输入什么 输入产线1 产线1 那如果你输入产线会怎样? 得到的就是0 意思就是没有 那你总不可能说产线1 总共是 他总共一个人 两个人 他把这两 三个人 把三个人加起来 一万两千多 问题2跟3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这个 1、2、3 如果说假如你不确定它是什么字 但只知道说开头一定是产线两个字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在criteria有支援一个东西 叫万用支援 所谓的万用支援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问号 问号的话是说 产线 问号 那一个字我不知道 那他就产线 后面那个字 不管是什么 产线A 产线B 产线C 产线E 反正只要是一个字的状态都可以 不过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产线问号的话 你后面只能够有一个字 所以如果那个产线 那公司比较大 像鸿海可能产线不止到10 他可能还要产线11 产线12 那两个字 或者产线101 哇那个字 就是说那个后面的字呢 如果你两个字 你就要变两个问号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两个问号 你就变成说一个问号就抓不到了 那变怎么样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假如你已经知道确定的字数 你可以用问号 但是 如果你不确定 你的字数是几个字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什么 用星号 星号的话 就是说我不确定 我有一个字 还是两个字 还是三个字 还是多个字 那你就会用星号 那他就产线后面 不管几个字 我都会当成 他这个出尊格 是我要找的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这个概念 其实这种用法 不是只有在这里 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 问号 或者是星号 OK这个万用资源 还蛮多地方会这样资源的 OK好 那我们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可以帮我把两万 三千八百八四 等于是说把产线一 产线二 产线三 通通都帮我把工资加过来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万用资源上面 这个说真的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那真的还蛮麻烦的 对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来查 那如果假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想把这个 在Ctrl键按住 复制一个工作表 把它改一下 改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这边做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我算完 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注意哦 改成VBA 的话 如果我不会用三米付 那我干脆我直接写 可是要怎么写 第一个 我这上面名称叫什么 就用这个 产线人员工资之和 这个 但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帮我把那个什么 我这个范围 For I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列做什么 帮我从头到尾去check check什么呢 如果他的开头 两个字是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把 他的同一列的C栏 帮我先怎么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帮我做什么 累加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可能还多学一个 就是说 如果找到了 那我就把它同一列 本来A栏变成C栏 就这个资料哦 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又找到了 有没有 再找到这个 再把这个值怎么样 再继续累加 再继续放在那个变数里面 直到最后呢 找完到这个为止哦 最后再把结果丢到这里 那这个储存格 就是叫一二的储存格 所以要怎么做 基本上逻辑大概这样 可是对应的程式如何撰写 这个才是这一题的重点 特别说 刚刚讲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当饭本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 其实逻辑差不多 你用改了就可以了 要怎么改 最重要的是累加的概念 所以一一一样我们先在这个visualbasic里面 怎么样 所以我这个名称 我名称叫产线人员之和 好了 然后先切到visualbasic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个档案叫什么 这个vba里面 按右键插入什么模组 因为针对这个档案 好 然后呢 我们一样打一个sub 然后空一格 贴上这个名称Enter就好 因为我要做一个按钮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是写什么 写for for i等于 第二列到 第十一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然后呢 如果if 什么呢 if 他这个储存格 sales i列的a 但是我只要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 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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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呢 前面加个laps 括弧 laps的意思是说 我要从左边开始算起 去找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两个字 d0.2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我要找前两个字 如果是等于什么 产线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把产线加上去 then 然后 enter两下 一样打an的if 所以奇怪上会先把这个 头跟尾 打出来 for跟nets if跟n 那做什么呢 特别是要 就是把什么呢 他同一列 同一列就是 这个 这个 i列 的 c缆 帮我累加 累加怎么累加 特别是要 我就再增加一个变数叫sum 所以 特别是要 接下来累加的方法 我们先在 开头的地方先加个sum 等于0 这个sum是我们自己加的一个变数 那不见得一定要叫sum 你叫别的名称也一样 你叫s 也可以啦 你叫 其他名称 我们这边叫sum 那你就怎样 这个sum就是一个变数 它预设值等于0 所以它里面就放0 那我们可以怎么 累加的话就是sum等于sum自己本身 累加的话就是加上什么 加上同一列的c 就是把4903 放到里面去 所以我就是 干脆拿这个上面这个来改 把它复制下来 这边改成c 意思就是什么 我就如果它这个 这个条件是对的 那就把它同一列的c来 这个的资料 放到这里来 那它原来sum是0 所以它0 加上4903 那它把它加完之后 会放到前面去 所以sum呢 它就被改变了 所以里面的资料呢 就会是4903 特别最后是两个加完之后 存到前面去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前面有特别强调 这个等号应该是什么 把后面运算的结果 存在前面的意思哦 千万不要一直把那个以前的 你们学的数学的那个等号 拿来这边 不一样的概念 OK 后面算完 存到前面去 所以呢 它一定是什么 先4903的 然后再来3906又找到了 那3906再加4903 加完又存到前面去了 有没有 所以直到加完为止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加完sum里面就是最后的加这种结果 应该就是刚刚那个结果 什么 22吧 23884 那可是问题呢 我需要什么 把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 再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我最后你就跟他讲说 Ranch 这个储存格叫做 12 里面等于什么呢 等于sum 这样子 就 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 如何 去帮我们 去做资料的累加 这个累加 加完放上前面去 加完放到前面去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最后加完的结果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 里面 大功告神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真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写 主要理解了 那以后就照着这样写就好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边执行的话 会不会OK呢 我们把它看一下 执行 23884 如果你觉得跑太快的话 这边其实可以射中断点 上目前等于0 0 加上什么 这个 4903 这一行现在卡住还没执行 如果按F8 这里面放什么 4903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再跑一次 现在4903 后面又加3906 它怎么把这两个箱加 8809 放到前面去 所以再按F8 放到8809 所以意思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反正这个变数就是 它可以不断帮你把资料 累加存起来 累加存起来 到最后呢 丢到这边来 OK 所以最后的话执行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产现 那个007这一题 产现人员工资之和 两个方法 一个用sum if 一个用vba 那sum if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的就是 学会使用所谓的万用资源 问号或者信号